I am and depend on computer programs and algorithms Although not alive, I can still create art 对于人工智慧 AI的想象和期待 人类好像从未停止过 20年前的电影 AI 人工智慧 为大家描绘人类的未来 当人类创造的科技反过头来控制人类时 人类月行无助和孤单 Chat GPT这款由OpenAI开发出来的问答型机器人模型 去年11月问世 短短两个礼拜就获得上百万会员注册适用 Chat GPT透过储存的1800多亿笔资料 结合民众不断适用的反馈 为各种问题给出超水准的答案 让人嘖嘖称奇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技术 让自动智慧能力充足 因为能够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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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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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款同样备受争议 是AI插画生成软体Mid Journey 它会根据使用者输入的关键字 利用网络上现有的图像素材 组合成仿如真人绘制创造的作品 最后这样的作品竟然打败人类 拟得了比赛冠军 这种不劳而获的创作 自然引起大量艺术工作者的 批评 控诉这款软体 免费剽窃了他人 辛苦创作的心灵结晶 它花了一段时间 我把这个项目放了超过80多的时间 我把这个项目放了900多的照片 我把这个项目放了900多的照片 AI是一种技术 就像是一种技术的技术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任何 在我们的展示的项目 禁止这些活动 但它会开启这个谈议 未来人工智慧艺术的归属 还有待商榷 但已经有人抢先成立 人工智慧创作者经纪公司 负责艺术创作授权和经纪业务 我们谈谈于AI 人工智慧的崛起 已经不再是科幻电影的情节 当人人都可以轻易变成作家 艺术家或诗人时 人类是否已经准备好 跟超越自己的科技共存 不懂得否сят 人工智慧的 人工智慧之流 其实还还可以转 rozp